你好,大家好,我是 Sam 谢谢Sam老师给我一个分享的机会 之前有上过SIS和SCS 然后这次回来,虽然是感觉上是复习这样 不过我又有一个更好的启发 就是说,有时候你不是单单把这个DISC 放在你的同事或者员工身上 同时你的顾客 你也可以去分析他们是否也有这样子的性格 因为比如说你遇到一个C型的顾客 他是不喜欢被批评的 你就跟他说,哇,你的这个产品非常的不好 你应该用我的产品 他绝对不会买你的东西的 因为他觉得你有侵犯到他 如果说好像是supporter自然型的 他害怕被改变 他的可能产品已经被股变化了 已经开始不赚钱了 可能你要说服他说 可以试试看我们的新的品牌 但必须要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去考虑 去衡量他的痛点在哪里 那么他就会做出一个很理智的决定 这是我的分享,谢谢